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有活动力与饮食正常 就可持续在家中休养 如果儿童出现警示症状 请视讯看诊 寻求医师协助 活动力不佳 试睡 请联系119 紧急时可由家长接送前往医院 特别提醒 照顾者和居家照护中的儿童都要避免与其他同住家人接触 疫情非常时期 持续落实防疫 守护彼此健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邀请您加入赢家的行列 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 大家好 今天利豪接到一个很特别的电话 陈老师 你说的盲点测试真的很厉害 从你四月份一直讲盲点测试 我一直在跟你观察 一直到现在还是盲点测试 你不得了 你真的有智慧 各位利豪在股市 34年 我跟你讲的事情你要听 各位今天的成交量 2000亿都不到 只有1800多亿 投资人死的死的死 跑的跑 三大法人没有任何方向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 三个月前就跟你讲 盲点测试两个月前就跟你讲 各位到了昨天 你看今天六月七号凌晨 美国股市 你再看一下 今天呢 各位六月七号 依然在盲点测试 各位你看到没有 所有市场里面 真的会干股票的人 会看这个趋势的人 各位大概只有我成立好一个 真的 我已经跟你提醒过 现在的行情一定要区间来回做价差 我在网路上也是这样教导大家 叫豪哥向前看 我还是跟你们讲 股票不用多了 几档股票来回做 你就赚翻了 盲点测试 你有要相信吗 当你在相信的时候 各位已经反映了两个月了 所以这个很特别的特殊的投资人 打电话进来 跟我聊完之后 各位决定了踏出成功的这一步 而且是最高等级的 有眼光 因为他准备赚大钱了 各位我昨天在跟你讲什么 各位你注意看 我连续这几天一直跟你提到 我5月31号出的股票 各位出的票不漂亮 出到不得了 到今天还准 准到今天还在准 各位 5月26号跟你讲 天大的机会即将再来 我已经告诉你 勇气霸气行动力 各位把握机会 其实做股票 不在乎你分析的准跟不准 准跟不准是另外一回事 你就算分析的很准 你有没有进场 那才是重点 你今天没有进场 你没有行动力 各位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 现在成交量连2000亿都不到吗 刚刚我不是说过了吗 在股市里面的死的死 逃的逃 因为他不懂股市 不知道怎么做 因为他懂 他总认为股票买着 就抱着不要动 结果各位 啪往下杀死路一条 就这么简单 所以我跟你说过 哪回做价差 我对了没有 我当然对 我在股市34年 所以各位 5月31号我就跟你讲 5月31号就跟你讲 全部出了 各位你要不要再来验证一次 你要不要再来验证一次 各位你看看 台积电赚46块 你看 赚46块的时候是出到560 各位你注意看台积电 今天的最低打到哪里 532 好各位我们一支一支来看 台胜科 我出到262到265 对不对 各位你看台胜科来 各位今天打到最低打到多少 241 各位你看到了吗 我是出多少 262到265 各位你看德威 我是不是出到367 那各位你看德威 3675 在昨天还有低点 昨天是不是打到320 那我等一下让你看看 我昨天不是跟你说 我买回德威吗 你记不记得 我等一下给你看 各位昨天最低320 我不是买回吗 各位你相不相信德威 我今天赚10块钱 我今天赚10块的德威 在今天大盘跌140点的过程当中 我还能赚10块钱 厉害吧 这叫股市 这叫真正的实力 所以各位 你可以看看这些 各位对不对 我跟你讲的 我有骗你吗 而且各位 这些都是验证 是最大的诚信 什么叫验证 什么叫诚信 你有看到哪一个头顾老师 像陈丽豪一样 每天在验证吗 每天在诚信吗 每天在验证 只会吹牛比赛 各位最近我看到一些 头顾老师的电视节目 我真的很想拿那棒球 砸电视你知道吗 因为吹牛比赛 好凶 真的 吹牛比赛 吹得比谁还凶 各位你看看来 你看我陈丽豪 我怎么告诉你进出的 你昨天有看我电视节目吗 各位你昨天有没有看我电视节目 你如果有看我的电视节目 各位请看这一张 各位我昨天不是也穿着休闲衣服吗 6月6号 我是不是跟你讲 我6月6号 各位当初 今天是 这是6月6号的 对不对 昨天的 对不对 我是不是买详 各位 各位我不是跟你讲我送你6月2号的大财神就是祥朔吗 各位你看祥朔 今天大盘 今天大盘还是跌 今天大盘还是跌 你看祥朔来 各位今天祥朔还是涨 而且还涨到最高1425 各位你看到没有 而且 我在昨天就已经又在买回祥朔 各位我昨天又买回祥朔 上个礼拜我祥朔不是赚90块吗 各位上个礼拜我祥朔不是赚90块吗 上个礼拜祥朔不是赚了90块吗 有没有 是赚了90块 那各位 我祥朔在昨天我又买回了 你看 我不是昨天在跟你讲吗 各位 有没有祥朔有没有 这是昨天的对不对 是不是昨天 祥朔买回1340到1350 那各位你看 你就算放到今天1425好了 各位那我请问你 你买祥朔跟我一样又再买回来 对不对 又再买回来 各位在昨天你赚了60块 到了今天你赚变80块 各位对不对 之前90块又再加80块 我做两次就赚了170块 各位 各位 就算你6月6号买的好不好 到今天各位6月7号 一天又赚80块 各位真实富贵千赚万确 10张80万就好 讲10张就好 80万 各位现在很多的投资人 很多的投顾老师 还在浑浑噩噩 还在不知所措 还在不知道到底要怎么办 我5月31号 各位所有的股票全部出脱了 全部获利了 马上买回祥朔 又赚90块 昨天再买祥朔 今天又赚80块 各位做股票有这么难吗 我手机都拿给你看了 能造假作弊吗 各位赚钱真的这么难吗 那是因为你遇到错的人了 你遇到错的人了 没办法 所以各位 我已经跟你讲送给你详绰了 对不对 不造假不欺骗 不吹牛不作弊 各位我公开给你看了 对不对 所以各位 昨天赚60到今天不是变80了吗 对不对 各位你再看德威 我昨天不是跟你讲我买回德威吗 各位你看德威 我昨天不是买320附近吗 有没有 那各位 今天德威最高涨到哪里 最高涨到331.5 各位我要玩短线 我冲也冲掉也赚10块钱了 千真万确真实富贵 各位当你在今天 你看股市你看不懂 你还在赔钱 各位今天大盘又跌93点 又在盲点测试 各位我德威又赚10块钱 我不要讲翔硕 翔硕赚80块 10张就好80万 各位你觉得多吗 那多我们讲少的 少的就德威 真实富贵千真万确 10张就好10万 好不好 10张就好10万 不要讲100张 10张就好了 好不好 10张就好 给我昨天就跟你讲了 各位你有看到哪一个 投顾白痴老师 会把股票打在测试上 跟你讲吗 对不对 只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对自己 很有自信的老师 我打出来给你看 对不对 昨天还有一个投资人 对不对 大概80几岁的老太太 打电话给我 老师你可以报我一档股票吗 如果我今天买 明天有赚钱 我就一定参加你的会员 我就跟他讲320块 你附近你去买 今天到330我打电话给他 我说你可以先出 他跟我讲他没有买 各位年纪长到这么大 还在说谎 不能这样 真的不能说谎 这个社会已经变了 变直了 所以我为什么一直跟你讲 不要说谎 我不会造假 不会说谎 不会吹牛 不会作弊 因为这个社会上 太多会说谎 会作弊的人 会吹牛比赛的 所以我说这个社会 已经生病了 你看最近那个网路 最近那个网路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 开着一台车 拿着那个BB枪打人家 变成网红 这什么社会 这到底是什么社会 这些现在的年轻人 为什么都喜欢看那种 莫名其妙的这种网路 难怪台湾的社会没有救了 真的 越奇怪越糟糕 越是莫名其妙的越红 这到底是什么社会 越会造假 越会欺骗 越会作弊 越红 靠腰 这什么社会 越讲越生气 因为这个社会 在拨乱反正 台湾没救了 真的台湾没救了 所以各位真的 所以你看各位 德威 你昨天如果买 你不是赚十块吗 各位再看世新好不好 你再看世新 各位你记不记得世新 我不是跟你讲吗 我不是出到930 935吗 赚了109块吗 各位我昨天不是买850到860吗 我昨天不是跟你讲吗 我昨天不是6162不是跟你讲 我会买回吗 各位你如果不相信 我也拿给你看 拿手机给你看 我不会造假作弊 各位注意看 你看那个昨天 你看我们昨天也是买 各位 各位这是昨天的 有没有看到昨天两个字 买850到860 我不会造假作弊 今天大盘跌 我还没有出 我还没有出 各位你看 各位今天还是涨 就算它涨到883 我也没出 各位你看陈利豪 真的厉不厉害 我光世新KY 各位你知道吗 全市场都知道 世新KY是陈利豪的名牌跟力旺 世新KY我们赚了几倍 赚了13倍 13倍 你没有听错 13倍 而且各位那个价差 已经到将近快8000块的价差 来回做价差 8000块的价差 不是那个8% 不是那个8倍而已 是13倍 各位 我昨天有骗你吗 我都打在测标上 我有骗你吗 我需要跟其他老师一样随随便便讲吗 各位你再看台积电 来 老师 你昨天不是也提到台积电540以下要买 对啊 我昨天不是在电视上跟你讲吗 你看我昨天 我昨天一样就跟我会员讲了 各位请看 各位一样昨天 你看昨天一大早我就在讲买什么 注意买什么 买530到535有没有 台积电530到535买点 把握今天的买点 那各位昨天没有到达530到535 今天来了没 今天来了你看 各位今天来了 532 那各位来了之后 你觉得我会不会买 你觉得我会不会买 我当然买 所以各位你看 各位你看今天 我今天有叫会员买 各位你注意看 来 会员注意 昨天我们建议2330台积电530到535 535可以买回 今天如果价位到就可以买回了 各位 因为明天有法说 6月8号有法说 各位 早上9点15分 我有没有买 我买了 我讲到我一定做到的人 老师 你如果买了 明天如果再 如果明天再跌怎么样 开玩笑 我成立好 我说买了就买了 买了明天就赚钱 就这么简单 我成立好 所以各位 6月6号买 享受赚了80块 昨天买回 德威赚10块 四星 今天大盘跌140点 他一样一直称红的 对不对 最高还来到883 我赚了23块 我还没跑 台积电我昨天就讲了 对不对 最好540以下买 各位那今天 到达530到535 我就买了 各位买了吗 有什么好怕的吗 各位买了 你敢买吗 对不对 各位我多少钱出的 我之前是560出的 我赚46块 我出掉了 我现在我又回来买了 各位 你这样子懂不懂 一个投顾老师 你要去选择一个好的老师 跟不好的老师 你这样子到底懂不懂了 各位我不是要当网红 所以你那网路那边 你要不要看是担当的事情 你要不要点阅 那是你的事情 我不在乎 我在乎的是我的操作的手法 你有没有学起来 我已经跟你讲过 两个月前就跟你讲盲点测试 你看 从4月12号跟你讲盲点测试 4月15号盲点测试 4月19号盲点测试 4月22号盲点测试 4月26号盲点测试 4月28号盲点测试 我有骗你吗 5月3号 我都把它留下来 5月3号盲点测试 5月4号盲点测试 5月5号盲点测试 5月11号盲点测试 我还要讲吗 我还要讲吗 5月12号盲点测试 5月17号盲点测试 各位5月20号盲点测试 我还要讲吗 讲到今天还在盲点测试 我成立好 成立好知道吗 一流的老师 一流的 所以我非常感恩我的会员 真的谢谢你们 你们一直续约 一直介绍投资人给成立好 这是我很感动的地方 我一定会越做越好 来报答各位 各位成立好就是不一样 不造假 不作弊 不欺骗 不吹牛 跟其他老师 各位其他老师跟我差了一大截 至少我不会吹牛 至少我也不会作弊 至少我电视上 我都实实在在讲给你听 对不对 一个老师 真的 要做到让人家尊敬 不要真的每天 那边胡扯八道 各位 5月31号就跟你讲了 对不对 各位5月31号全部都出了 验证是最大的诚信 全部都出了 出了全部赚钱 赚钱之后各位 我又买回买回那个翔硕 翔硕又赚90块 结果各位我放空力望 力望大赚 到今天力望还在赚 你看 各位到今天力望还在赚 还在跌 还在跌 各位我有骗你吗 我成立好 各位6月1号不是跟你讲放空力望吗 不是放空力望吗 各位你有看到哪一个投顾老师 像我一样都写在测标上吗 清清楚楚 放心啦 你绝对看不到第二个老师 因为这些人只会作弊造假而已 各位来 我不是跟你讲读报报纸 报章媒体杂志 你要看得懂 你如果看不懂 你死路一条 报章媒体杂志永远在骗人家 你知道吗 永远在骗一些不懂的股票的人 永远在骗一些小白 永远骗一些真的可怜的可怜虫 各位你看 注意看 各位我那个我刚刚不是跟你讲吗 我刚刚不是那出掉了吗 我那个台胜科不是出掉了吗 262到265不是出掉了吗 各位来 你一定会问我说老师 你为什么要出 我出得漂亮啊 你看 各位今天最低打到241 那各位今天跌11块 但是今天的报章媒体杂志 登利多 你看 各位今天的 今天的报章能满载 台胜科 环球金发光 各位你看到没有 一般的投资人 一般不懂的人 看到报章媒体杂志 就带着钢盔进场冲去买了 听到懂吗 各位你知道我忍到多少去买吗 你看 各位今天我们买到最低的 还买到这里 6月7号 我262出的 我262265出掉的 各位今天打到最低的时候 早上10点18分07秒 各位241 241.5 242买 你敢吗 收盘也没收多少 才收242.5而已 各位那可是我成立好的勇气 霸气行动力 以及我怎么买股票 怎么卖股票 怎么回补 怎么放空 怎么又再买回来 各位我盘中四个半小时 带会员冲锋陷阵 各位你要懂得做股票 真的 你知道为什么成交量现在会才一千 不到两千亿吗 才一千八百多亿吗 因为很多人死在股市上了 三大法人没有方向 笨笨的 当初那个台积电 一笔四万八千多张 拉上去给我出到五百六 我不就跟你讲过了吗 我说报章媒体杂志说台积电看到一千块 看到八百五十块 我说他们看他们的我先出 有没有 我不是跟你讲吗 我比较厉害还是法人比较厉害 我当然比较厉害 我在股市三十四年多了 快三十四年了 三十四年了 我不懂他们在搞什么把戏吗 股市是一门投资学 是一门心理学 更是一门艺术 不是那种分析技术面基本面 那种过时的东西 各位分析技术面基本面 绝对是过时的东西 在现在不适合在股市里面做 各位你要分析技术面分析基本面 各位我说实在的 这世界上大有人在 比你还厉害的一大堆了 当你都看得懂技术面基本面 难道这些人看不懂 难道法人看不懂 比你还懂 各位而且比你更有钱 你怎么战胜他 心理战 所以各位跟着利好 安心放心又开心 一通电话我帮得到你 各位广告之后再回来 动荡不安的时代 才能创造不同的价值 388时事造英雄专案 帮助您在困扰的环境中 成为股市真正的英雄 英雄专线 02-8512-5858 亚太国际证券投顾 官网服务 欢迎入地铃 请搜索关键字亚太国际投顾 顶尖团队顶级享受 软体下载专业研究 亚太国际证券投顾 02-8512-5858 全新的操盘策略 全新的尊荣服务 创意理财尽在 亚太国际投顾 02-8512-5858 掌停 掌停 又掌停 你抓住了吗 亚太国际精英团队 眼光犀利 惊艳老道 专业领行 强势获利 亚太国际投顾 陪您拥抱财富 02-8512-5858 劳动事件法实施之后 劳工可以在工作地法院提告 而且裁判费还可以减薪很多 劳动事件法保障劳资诉讼权益 化解生意更快更容易 邀请您加入赢家的行列 这个社会真的已经在变了 变到真的很难想象 是非不分 黑白不明 真的 莫名其妙的事情都会发生 真的 所以为什么我说三角形金字塔 能成为三角形金字塔顶端的人 大概只有10%不到 叫凤林之一角 这些人之所以会成功 是有它的原因在 那为什么三角形金字塔 70% 20% 底端的人 各位 浑浑噩噩 也不知道在干什么 我利用今天 我要奉劝所有投资人 如果你在股市里面 你没有想要赚钱 你没有想要那个正能量赚大钱 各位你退出股市 真的你不要做了 你真的不要做 你那个赚小钱也没意思 你那个赚小钱不但没有意思 一亏到你心情又不好 没有意思 你要赚就赚大钱 要赚就赚大钱 不然你就不要做 做股市里面赚小钱 一天高兴得要死 要一赔赔大钱 有必要吗 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 所以各位利豪跟你讲 你可以赚大钱 不要只是赚小钱 跟我们一起买车又买房 好不好 听得懂吗 各位 我今天没有股票送给你 要讲的股票 刚刚都讲完了 各位听得懂吗 那你就看我怎么赚钱就好 好吗 好不好 OK 所以各位 跟着利豪安心放心又开心 一通电话我帮得到你 各位 我再奉劝各位 股市不是在结束之后 听老师在讲 故事比赛 不是 是盘中四个半小时 用手机带进带出 那才是王道 听得懂意思吗 各位祝你们明天操作愉快 谢谢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意义 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讯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tyazı M.K.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